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台湾人在面对强势的大陆流行文化时的不自信 拜托 有必要这么排外吗 能不能对这个岛屿上的民主 自由 多元性 有自信一点 语言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须 加上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 的确容易创造一定的亲近感 这用国际关系中社会建国理论的软实力来说明 非常合适 但是强思难以沟通 流行文化中特别是最知为末节的用语 能由沈律师所说极度危险的framing 框架制定效果 示范我们习惯的中国用语 有哪些可以组成具有破坏民族潜力的恶意宣传 哪一种统战宣传框架能活用这些用语 最后成功颠覆台湾的国家安全 强势可说是想破头也想不到任何一种可能 沈律师也似乎把中国日常的统战用语 跟流行文化中出现的生活用语搞混 踏取马来西亚华人当作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 更是基点不恰当的举例 马来西亚民主化起步较晚 马海的政治权力又被当地多数族群排挤 在国内找不到强力的文化建功支持 朝强势的中国文化靠拢 完全情有可远 台湾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天然独倾向如此明显 对民主自由的共同认知 也已经有十足十足的共识 文化上即使受中国的流行文化影响 即使变成青春有你创造101的粉丝 后狼牙榜流行岁月的剧迷 也应该能清楚地区分文化政治认同 强势反而认为 以沈律师为首的文化圣战呼吁 就会让台湾的文化更加不包容 让台湾人在面对强势华语文化时更不自信 当我们对民主自由等价值够有信心时 文化其实根本不需要管那么多 只希望大家不要再强破头 去当治愈警察 而是认真思考民主自由多元包容 等重要的价值 到底要如何在台湾生根 最后强势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人真的诚心认为 把中国用语完全从台湾赶出去 台湾就会变得比较民主吗 强势相识见 我们下次再见